創作歌手陈起真有新身份 他最近出新书 收录他在旅途间和生活中的自我追寻与探索 最特别的是文坛知名文学评论家陈芳明 和小说家洛以君都为他写序 陈芳明还透露陈起真曾经认真的重回学校 旁听他的文学批评课 这本新书一上市就再版了很多次 可见才女的文字魅力 这些是陈起真古巴旅途中的照片 作者弹吉他分享音乐 歌手陈起真这次不唱歌 该用出版散文集不再他方 把生活感触和旅行变成文字 希望让不识字的外婆在另一个国度 能够知道她这些年的心情 就很想把这个跟旅行有关的记忆写成书 然后也许在另一个国度 他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可以看得懂我的文字 陈起真出书文坛重量级文学评论家陈芳明现身 他说去年听了陈起真的演唱会 接受文化洗礼 陈起真甚至还回学校上他的文学课 当了一年的学生 陈芳明对这位歌手作家印象深刻 尤其作品中的节奏和逻辑 开创了新的书写格局 我就发现了起真 他对他的书写真的是 他已经开出一个新的格局 那么我是希望他不要因此就停止 我是希望继续写下去 我想稍微可能还更容易接近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所有的流程 诗人罗志诚从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认识陈起真 他称赞他的文字善于利用画面 像是有旅行感的纪录片 我觉得他这个文字这边还是很厉害的事 我觉得他是从用他非常熟悉的文字 在重建他自己 所以我有一种预感 一个巨大运动就像我刚才讲 像水基球一样 我觉得他这个更大的爆发力短 才要来的 不再他方缘起于陈起震 2011年古巴一趟旅行 当初他花了一个月 每天四个小时写作 但完成初稿后深觉自己的不足 于是开始重新大量阅读 我就买了好多好多中文的文学作品 从早一点的周作人 然后到后面就是杨木王文心 家里的书柜跟地板 满满的东西数了 读了真的很多 就是很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后 再回过头来 再修改自己的书 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 因为你会对自己写作这件事情 再度认真的行事 从创作歌手到作家 陈起震用文字诚实面对自己 在创作道路上持续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